小朋友嚎嚎大哭 怎么也没想到 睡到一半棉被突然烧起来 这间床上还有个行动电源 烧得无奇马黑 还不断冒烟 棉被也被烧破一个大洞 当时小孩就躺在一旁 简直快吓坏 冲行动电源而已 那时候我小孩就睡在旁边 然后我就陪他睡觉 结果突然间30分钟 他就有火花起来了 然后我是被他那个火花 吓到跟味道 然后我就先用手把他拍灭 但是他有点难拍灭 所以我就先把我儿子抱出去 很近超过10公分距离而已 然后好险那时候我没有去洗澡 我是陪他睡觉 不然我应该很后面才会发现 然后我觉得他应该是 就是烧起来 所以他应该是整个 有点差点要爆炸 回想事发当下 妈妈还是心有余悸 只说真的是福大命大 如果当时去洗澡 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那个产牌不知道 那是我有一天逛夜市的时候 买的 所以我后来有去查 但是我查不出来是什么牌子 用了可能还没有一年 一千块以内 行动电源的牌子 王小姐已经不记得 只说自己心里已经产生阴影 不敢再用了 但是到底行窗 为什么会突然烧起来 首先就是周边有翼然物 就是任何比较容易烧起来的东西 然后你的充电环境 如果过度潮湿的话 也很容易产生一些这样子的意外 线材 你使用的不是原厂的线材 然后行动电源可能有摔过 挑选行动电源的话呢 这是建议我们台湾消费者 一定要选购台湾有BSMI认证的 这个合格安规 发现那个异常的高温 一摸起来你就会觉得很烫的时候 那个时候绝对马上停止使用 好那也建议不要再使用 过去有不少行冲燃烧甚至爆炸的案例 民众购买时一定要挑选有合格认证的 也要正确使用 以免汗事发生 民事新闻陈崇瀚 基隆报导